好,在这一边呢,我们要用的是Suspadi Dragon Ball 来叫Form2第11课,Isometric Transformation so,在这一边,它说我有一个点,55 它是Image of P under a Reflection in the Y-axis 然后它要找Colinite of P so,我们的这一个点呢,它这个是X-axis,这个是Y-axis 55是向前走5,向上走5,它在这一边 然后它现在以这一个Y-axis为反射轴,来反射的情况之下 这样它反射后的就是来到这一边,向后走5,前5 所以它的这一个,它Q是Image 所以这个是P,然后这个是Q so,我Image 变Object,Object 变Image,都是一样照镜子的啦 这个,for Reflection,是这样的 所以它这个是-55,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是A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然后在这一边呢,它说我的这个OPQ OPQ 它Map onto这个OP'Q' under anti-clockwise rotation About Center O 它要找它的那个Angle of Rotation so,它从这一边转过来这一边 so,我们要看的时候呢,可以从两个地方看 第一个地方,是,我从OP去到OP'Q' 然后我找这个角度 ok 然后另一个方法呢,是我从OQ 去到OQ'Q' 然后我找这个角度 ok 这一边的这个角度 然后两个呢,都是同样的角度来的 然后在这一边等腰对等脚 我的这个腰一样 所以这个脚也是75度 所以在这一边 我用180减掉75 再减掉75 就剩下30度 这边是30度 所以它的那个Angle of Rotation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度数是30度加110度 OK 所以它的Angle of Rotation 会是等于30度加110度 所以它是140度 所以它当然是A 因为我在这一边 我也可以知道 这个其实也是30度嘛 因为我这一边跟这一边都是75度 75度 OK 所以百亿加30 百亿 好 好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然后 它在这一边 State的Triangle Congruent to D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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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里一个呢 DEH 是这一个 So 它要跟DEH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啊 我这一条跟这一条一样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 对面等于对面 然后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会一样 OK 为什么它会是一样呢 因为它是一个 那一个 ZIG ZAG 这样 这一边 这一个 跟这一个平行 OK Alternate Angle 我们以前 在FORM1 Chapter 8的时候 有学过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会一样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 Alternate Angle OK 然后 接着的时候呢 就来到了是 这一边 这样剩下的百八简 然后它这边就一样 呃 所以它其实是一样 这样我我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对应了 剩下的这个角度 跟这个角度会是一样的啦 所以它空任的一模一样的 是属于这个三角形 那一个FGH so它这个是FGH OK 这个其实是我们到FORM5才有学到Congruent of Triangle的这个东西 我们有那一个什么ASA OK 然后 这个它出错地方啊 这个它出在这个FORM2 Chapter 11 其实FORM2 Chapter 11我们还没有学到这样的 不过我们 AGA AGA 这样来看 也能够知道它对应的会是这个啦 OK 好 好 在这一边呢 它第四题 它是这样的东西 它问 呃 哪里一个ABCD 哪里一个不是Image of P under Reflection 反射 so P上下反射 左右反射 斜反射 所以B的这个不是 OK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A 这个照镜子 它变成D B 然后 这个照镜子变成A 然后 这个这样照镜子 嗯 它就会变成了 这个C 所以唯独B它只是平移的那一种 好 接着在这边它要找Colinate of Image of 这个Under Reflection in the Axis 所以这一题跟刚才呃第一题是类似的 就是说它在这一边三减一 向前走三向下走一 OK 三减一 so它在这边三 然后减一 这个点原本是这个 然后它Reflection in the Axis Axis是哪一条 Axis是这一个 这个是X轴 所以它以X轴为静止来反射的话 它向上走一格啊 这一边也走一格哦 所以它这一个 它就会变成A'3 都号1 所以它答案是A3 都号1 然后 这一种题目 需要画出来的 我不画出来 我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一题的答案 OK 啊 你真的 没有画出来 你要在你的脑海中 想象把它画出来 好 然后 它 Show a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是平移 它向前走 向上走 这个是Reflection 这个不是 然后 这个是 呃 我在心里讲它 可能 这个是一个 呃 那一个 Reflection 这个是Rotation OK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B 就是这样 OK Translation是平移 向前走 向前走 向上走 OK 向平 的 来移动 OK 平移 OK 好 好 接着我们看第七题 State State Each of the following Transformation Is a Translation Reflection Or Rotation So 这个很明显是反射 反射 这个呢 很明显是Rotation 所以 这个呢 它是属于那个 Reflection 然后 这个呢 它是 Rotation OK Rotation Reflection 然后 在这一边 它就 show了一些图 然后 Congruent to the following shape 跟H H 一模一样 OK 大小一样 这个 H跟C 是一样的 嗯 只是 它的 那个 它是通过反射过来啦 所以这个答案是C 然后 I 的话 是一个圆圈 它跟D 是一样的 OK 大小要一样的 OK So 我的这个I 跟D 是一样的 好 来 接着第八题 我这一边有 stuv w w 然后 它变成都是unit image of s under a translation 平移 嗯 移动的话 这样这个是v v ok 因为我这一个点 这样我就横下 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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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so它这个其实是translation 所以它答案是v ok 好 然后 determine the image of s under a rotation ok 它旋转的情况之下 它 会是哪里一个呢 呃 我们的这一个 如果我 跟它 这一边 这一 这 这一个 这一个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这一个 都跟这边不一样 ok 然后所以我排除这两个了 好吗 然后过后呢 这一边的 这一个跟这一个 来看的话 我 呃 然后如果没有的情况之下呢 你看 我们这样过来 登 登 登 so这一个 它 平的跟这个平的一样 这一个跟这个一样 可是这一条线跟这一条 它就不一样了 所以t这一边呢 这一个就不是 然后可是我的u的这一边呢 我用的是 这个就是度逆时 你可以看到 嗯 但是一样 ok 所以 这个答案是有 所以 它这个答案是有 然后 他说t is the image of s 呃 under reflection 然后我们画 axis of reflection 反射 这个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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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刚如果我把全部题目都看完的时候 我就知道 其实我可以这样直接 嗯 用这个 反射走啊 所以我 这个 其实它是反射来 ok 它是反射来 你看 我在这一边 斜半格 斜半格 斜一格 两格 三格 斜一格两格三格 然后斜一格斜一格 斜一格 斜一格两格半半格 一格两格 来到这边对 所以我要找这个t的这个axis of reflection的时候呢 我需要做的是我找两个点 我拿这个点我上面疊一疊 下面撇一撇 然后我再插在这一边我上面撇一遍下面撇一遍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那一个axis of reflection 好 好 接着第九题 所以它说 abi 是一个红色的砖块 abi 是一个红色的砖块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abi 是 红色的砖块 红色 ok 好 然后 它 用reflection 哪里一个可以放成红色呢 所以我的cbi ok 还有我的这个fgi 就是这样 so 三角形 那一个cbi bci bci 还有三角形 这个fgi 这样 ok 嗯 它反射的情况之下呢 这一个跟 它反射 它反射的情况之下 它斜的反射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们只可以拿到这一个 也是变成红色 然后过后这一个也是变成红色 ok 在这一边 嗯 这样 变成红色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要找它的那个axis of reflection 反射轴 so 它这个第一条是在bi b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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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呢 它的这个是dih ok d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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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这一边它有两个trapezium ok 然后它说q is the image of p under translation 这个是object 这个是image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向前走一二 一二两个 向后走两个 一二三四五 向上走五个 所以它这个呢 它是属于那一个 translation-25 向后走两个 向上走五个 translation 你写的时候你一定要写translation这个字眼 ok 你只写-25的话零分 如果这题两分的话 你写translation一分 你写translation-25 你得到两分 你只写-25的话 是零分的 ok 呃 有一年的那个pmr的考试 它的那个schema是这样的啦 然后draw the image of p under a reflection in the line xy so它要我们画它的影子 所以照镜子过来一格一格 然后它过去三格 这边也过去三格 斜上斜上 所以这一个就会变成我的哪一个p prime的 在这一边这样 好所以这个是我的p prime 嗯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它是 about point v 还有我们mark的point v so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找两派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ok 它说l is the image 这个是image so我在这一边我给它abc 然后它对应的点 这个是a'b'c' 我需要画两派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两派的垂直平分线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a跟a'的垂直平分线 大概的地方是在 呃 这一边 这样 对 ok 好 呃 你们需要用言归来画了 ok 然后它这一个会垂直 然后平分 然后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插在这边上面撇一撇下面撇一撇 再插在这边上面撇一撇下面撇一撇 so这一条是我第一个a跟a'的垂直平分线 接着呢 我也可以画那个b跟b'的垂直平分线 so我的b跟b'的垂直平分线 就容易画在这一边 它是这样的 2 3 1 2 3 4 5 6 so它的垂直平分线是这样的 在这一边 ok 嗯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的这一个 他就是插插在b 然后上面撇一撇下面撇一撇 啊对插在b 然后上面撇一撇下面撇一撇 上面撇一撇 上面撇一撇下面撇一撇 这样 然后他交界的地方 就是在这一个点 ok 所以这一个是我的v 然后我们要确定对不对的时候 你看h apply的时候 横一格直两格 横两格直一格 然后横三格直三格 然后横三格直三格 横二四四格直两格 横两格 横 呃 直四格横两格 对 ok 好所以我的v在这边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边 他说 这一个是rotation 90度 然后 瞬时 sender 在on ok so 他的angle 是90度 瞬时 他是clockwise 瞬时 ok 然后 他要 m'是 image of m under the same rotation mark and state the quotidian of m' 所以我在这一边 他就会变成这一个 m'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 90度 瞬时 ok 所以他是90度瞬时 你能够做的事情是 你原规插在o 开到m 然后你转一圈 来到上面这一个 但是 这一题很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 看得到 ok 就在他上面这边而已 然后 接着 他要 be determine the coordinate of the image of point 2-3 under reflection x等于3 2-3 然后 2-3 的话呢 我们的那个graph 是 这样 向前走 2 然后 向下走 3 2-3 是在这一边 然后 我的x等于3 呃 x等于3 这一边是x x等于3 是这一条 所以他来到这一边是4 ok 所以他这个 这个 他的点呢 这一边是a 这个是a' so 我的那个image呢 他会是4 度号-3 ok 好 这一题他有难度 他的难度是在哪里呢 就是说 我的这一个x等于3 这条线其实是x 3 x等于3 是直下来的这条线 so 如果你不会的话呢 我们用desmos来看 就是说 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x等于3 他是这样的一条线来 ok 啊 x等于3 so 呃 我教我的学生 看他的equation的时候是这样 x3 这个就是x等于3 然后你不需要到底是横的还是直的时候 你画直的这个出来 xy 然后这边是3 然后这样这个是y3 所以这个是y等于3 so这一条是x等于3 然后我的2-3 然后我的2-3 在这一边 我的2-3 这一个 我就有2 都号-3 嗯 然后他以这一个反射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会变成了4 都号-3 嗯 这个 所以他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得到他的那个答案 ok so我们的这一个是这样 ok so他的这一个是这样 so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是x轴 y轴 这一边是3 所以这个是x3 x等于3 是这一条线 以这一条线为禁止 这一个是a 这个是a' 嗯 这样 4-3 好 好 接着 再来这一边 他说x是image 这个是image ok 这个是image 然后这个是object 然后他要我们state他的那个value so 我们要知道呢 他的关系是这样的 他的关系是image等于object加translation ok 变出来的是原本的加上他的变化 所以我要找h嘛 so我的image是什么 然后-4 然后h加5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可以拿到我的h等于-4-5 等于-9 然后我要检查我的答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 他是-9加5 会变成-4 嗯 所以-9加5它变成-4 然后我的那个6加-4 它变成2 所以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我们不需要画出来 我们画出来的的情况 我们我们就画出来也麻烦嘛 然后在这个translation的时候呢 我唯一教我的学生 这一课我唯一教学生的formula就是 我image变出来的是object加它translation 就image是object加translation ok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一边变很多个不同的formula 变两个不同的formula出来 就是说我的object是我的image减掉translation 我把这个翻过去 ok 然后我也可以找到我的translation呢 是image-object so 我是通过这个翻过来 image-object 就是我的translation 好 就是这样 好 接着C的这一边 这一个它有很多种可能性啊 Congruent就是一模一样的嘛 大小一样的嘛 这样什么我们知道 那个translation是congruent啊 reflection是congruent啊 rotation也是congruent啊 但是它只是讲要congruent罢了嘛 就是大小一样 然后形状一样 这样我就用最省事的方法 在它旁边这样画这个 啊 这样就是congruent了啊 这样我我我才需要画很多了嘛 不用啊 这样这个就可以了 那然后我像难度挑战的话 我可以这样画 这个是reflection的反射的 ok 甚至是我还可以难度挑战的情况之下 我让它躺下来的 ok 这一个躺下来的 啊 但是我就不要画了 我就画两个给它了 这一个p' 然后p' e 没有它不是讲image 就是它只是要这样 ok 这个是一个选择 这个是一个选择 这样哦 ok 然后我在想我要不要画多一个选择给它 再这样 四个 这样也是可以 这个是我第三个选择 ok 躺下来 rotation ok 嗯 很多啊 那这一题 开放了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可能性 好接着我们看第十二题 它在这一边它是一个pandagon pq rs 然后它说rs呢是image of rs under reflection so我的axis of reflection呢我可以知道它是在它中间这边 它静止在这边 静止在它们的中间这样 然后静止在它们的中间这样 ok 然后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携一格携一格 携一格携一格 携一格 携一格两格半 半格一格两格 so这个是q' 然后携一格携两格 携三格 携四格半 半格一格两格三格四格 所以这个是t' p 携一格携两格 携三格 携四格半 携一格两格 三个四个 so 这一个是我的P' 然后接着我再把这一些连接起来 ok 然后pqrst 这一些连接起来 好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so 这一边这样反射 好 接着 他要找access of the fraction 然后complete 这一个 然后 k under s' under the translation -8e s' 然后-8e -8e 向后走8 向上走1 所以-8e 1 2 3 4 5 6 7 8 1 所以这一个是k ok 然后我刚刚的这一个呢 我随便拿R或R' 或S或S' 我就插在 插R吧 插在R上面撇一撇 下面撇一撇 然后我再插在这个R'那边 上面撇一撇 下面撇一撇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那个access of the fraction 的找法啦 so 这一题他其实你没有这样画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知道 他是不是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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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中间 可是如果你要标准的话 你应该是要拿两配的perpendicular bicycle 这样来画 ok 好 然后 嗯 接着他要我们找他的那个angle of rotation 首先呢 我们知道这个PQR是原本的 然后P'Q'R'是这样 so他在这一边 他是瞬时的这样走 我这个25度 这一边也是25度 这个100度 这个原本也是100度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可以用这一个180度 减掉100度 再减掉25度的情况之下呢 我拿到的是55度 所以这个地方是55度 然后他的这一个我们就可以用 这一个PQ 去到PQ 就是他的那个angle of rotation 所以我的这个angle of rotation 其实是这样 so他的那个什么 angle of rotation呢 是55度 再加75度 然后130度 好 就是这样 然后 这一题 其实 跟 前面的objective 有一题 是类似的 好 接着 再来C的这一边 他说 P'是Image of P under translation 这个很明显是平移哦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随便哪一个点 在这一边 它是一格 两格 三格 然后 一格 两格 三格 四格 四格 所以他这个是平移 平移的话 我们要先写translation 这个字眼先 ok 两分 我就拿到一分了 translation 这个字眼 向后走3 减3 向上走4 4 translation 向后走3 向上走4 先前后再上下 ok 然后他要我们mark the image of k under the same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所以向后走3 向上走4 向后走3 1 2 3 向上走4 1 2 3 4 所以这个是我的k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尖的 跟他同一排过三个 尖的跟他同一排过三个 嗯 所以就是这样 好 好 在这一边 他的diagram有四个三角形 然后 o 的triangle congren 所以p 跟q 是congren的 p跟s 也是congren p跟r 也是congren 这样全部都congren啊 所以我的这个p q rs 都congren啊 它是同样大小 同样形状 determine the triangle triangle with different orientation so 什么东西是different orientation 就是说 你能够用rotation 变出来的就是same orientation ok 或者是你完全不用变的 这一个 就是same orientation 我从 用p为例子 so 他这一个平移过来 他这一个就是这样 same orientation 了咯 然后我直接旋转90度 他会变成这一个 所以他也是same orientation 所以这个sam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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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same orientation 可是如果我在这一边 我转180度的时候 我变的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属于90度 clockwise 然后这个是180度的时候 他会变成这样 跟这个不一样 所以r的orientation 是跟其他的orientation 不一样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通过 旋转变出来 能他的旋转变出来 能够通过旋转变出来的 他就是same orientation 不能够通过旋转变出来的 就是different orientation 好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他是p 四边形p 然后还有一个pandagon 在这一边 他说p'是image of p 然后under translation 然后他说tool of its side 然后他说tool of its side lie on the side of 那一个pandagon ok 然后他要我们画p' 还有找出他的translation 在pd3 曾经出过这一题 但是他给的图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那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这个其实他只有一种可能性而已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来到这一边 就是说他来到这一边 这个 所以这个是我的pandagon ok 他这样走过来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向后走 1 2 3 4 5 1 2 3 4 5 6 所以他向后走5 然后向下走6 所以他的这个是-5-6 向后走5向下走6-5-6 ok so 在这一边-5-6 所以他要我们state的translation so 我养成习惯 不管怎样都好 看起来他要的只是那个vector 我还是会写那个translation-5-6 这样下去 ok 然后在这一边他是一个点 还有两个四边形 然后他告诉我们ptuv ptuv是image of 这个这个是object 所以在这一边他要我们describe translation 我们就可以想象他原本这一条变成这一条 变成这一条 变成这一条 ok 这个字眼 然后多少度 90度 然后 瞬时 clockwise 瞬时还是逆时 然后 central atp 这样 so他在这一边 这一边 它就是rotation 90度 然后clockwise center atp 好 然后最后他要找m under the same transformation and under transformation 那 那一个 so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我要画它的影子出来 so我这一边 2 4 5 1 1 2 4 5 so他在这一边 他会来到这一边 ok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呢 是 你 拿那个 呃 什么 圆规插在m 開到m 然后转一圈 来到这一边 ok so就可以拿到我的m在这一边 这个 不是m' 他要我们mark asm 就是这样 so他这一个也是90度 你圆规插在m 开到m 然后转一圈 这个就是他答案了 好 在这一边我就把 呃 form 2 chapter 11 sus party的讨论完了